我没有看到过的《红楼梦》的内容 所以因为科技的发展 和我们现在的拍摄条件的进步 使得我们有机会 能够想办法把它给展现出来 怡红院 肖香馆 大观园等 这些在原著中 有着细致描写的场景 也将在剧中得到还原 它所有的建筑跟它的人是结合的 你比方说肖香馆 你比方说怡红院 这要有依而具的 就是说你不能说凭宫去想象的 那在这个区你去整理 和去建设你这个场景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它书中所写的 所有的这些内涵 在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中 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拍摄手法 加上忠实复原原著的理念 构成创作上的独特风格 同时现代影视制作科技的融入 也让曹雪晴底下的场景 得到了复原 不过新版中 是否能够再现原著中的精神内涵 还要等到电视剧播出时 由观众来评判 随着杰克逊演唱会纪录片 就是这样全球上映 全球的杰克逊迷们 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纪念热潮 歌迷们带着MJ的标志性礼帽 穿着经典的MJ式服装 对战力MTV中最具震撼力的鬼魂舞蹈 进行了自己的演绎 这位巨星的故具 并不代表着MJ时代的结束 相反 奈克尔杰克逊这个名字 正在以空前的曝光率 出现在各大媒体上 就是这样 在全世界99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3500个影院同步上映 总拷备数达15000个 全球首用票房高达2010万美元 索尼公司扮演人史蒂夫·埃尔策29号说 将把这部影片送去参选奥斯卡奖 尽管就是这样 已错过参评2009年 最佳纪录片奖的最后期限 但还来得及参选最佳影片奖 最佳导演奖 以及音效剪辑等奖项 就是这样 在世界各地开始疯狂的圈钱时 福布斯杂志公布了 2009年最赚钱已顾名人榜 这份榜单列出了 2008年10月至2009年10月期间 赚了至少600万美元的已顾名人 狂脸3.51的时装品牌YSL创始人 依呼圣洛朗 位列首位 MJ排名第三 在过去的一年中 他收入9000万美元 其中有7200万美元 是他事实至今的四个月里赚到的 借力全世界媒体 对杰克逊之死的高度关注和宣传 杰克逊的专辑四个月以来 在全球热卖900万张 在网络上也有超过 550万次的下载 最重要的是 索尼公司花了6000万美元 买下了杰克逊生前演唱会彩排的 录像素材版权 而根据这些录像素材剪辑而成的电影 就是这样 所产生的收益 也将由索尼影业 AEG演出公司 和杰克逊遗产基金三方瓜分 正如福布斯杂志主编 马修米勒所说 好莱坞在赚钱 但是那些坟墓里的名人 也都在赚大钱 现在以不明星的捞钱能力 以以往任何之间都要抢